年轻人 对了 小梅 赶快去追你哥 千万别让他说出来 我回来了 知道吗 知道了 管不管他们了 管谁呀 这是谁呀 这是你三姐兵团的 说你三姐逃跑了 在这儿等着她呢 那正好啊 把他转 不许你瞎说 妈 杨柯不许胡说八道 你赶紧给这个同志去 到门口买包烟钱去 去 买什么烟 老三的 我让你买 你还敢不去 你去不去 你去不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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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张身惹神了 这同志 这是我儿子 有点缺力啊 没错 没错 阿姨 要是团里再派人来 您能不能跟他们说 我在您家做了一夜 你要说现在走了 我说你做了一夜 你要真做一夜 我就说你点个忙 得 要我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再见啊 不错啊 慢走 妈 妈 我三姐回来了 妈真的看出来了 赶紧把那小蛮蛋给我叫回来 谁呀 你哥呀 这真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他在当人面还要揭发你三姐 真是偏腾得果不挂啥啊 您才看出来啊 真是的 走 你们干嘛去啊 还用问呀 找三姐呀 对了 都让你们给我气糊涂了 看看你三姐姐 me 雅 过yn 哪里 对 您 你现在不能泡水 来 来 来 你快去给他倒杯热水 来 你现在还不能泡水 你要一条火 你这脚就完了 喝水 暖一暖 你是押育员吧 看他这些事就是冰团的 肯定是押育员把车丢了 早了一夜 快 你去给他搓杯血来 好嘞 干什么呀 给你搓脚呀 要不然你的脚被冻坏了不可 来 把鞋脱了吧 儿子 你还不起来呀 上班都迟到了 赶紧把早点吃了 快去 上班去 不去了 你要是把风给我咬喝了 我就不上班去了 你讲讲理好不好 那是彭老师给你三姐的房子 你让我去要我张得了口吗 那我不管 他们能一屋睡那我行吗 那等傻老大回来 给你在这搭张床不就完了吗 那他要是不回来呢 他不回来 他不回来我死 你在这个屋子行了吧 您能不拿死说事吗 儿子 你听听话吧 你看妈妈脑袋现在都这么大了 你就不能替妈想想啊 再坚持坚持啊 来 饭吃 还是应该把咱家房要喝 我昨天啊到刘家去说了 那房子要不回来了 人家说那不属于咱们家了 说什么 隔委会会议记录不能更改 那我上哪儿要去啊 您别烦我 再让我睡一会儿吧 行了 你赶紧把饭吃了吧 你这都迟到了 知道了 你快提了 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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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操心哪 你赶紧吃 您就不能给我弄两根油条 我吃了 我看你像油条 你说两半斤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别溜达了 正在兵团帮你干活呢 不会 我就是那么一说 兵团怎么敢留外人 那是违反纪律 我说 你回来的时候 他到底给你多少钱啊 刚刚我回来的车费啊 那完了 他走的时候呢 总共偷了妈十七块钱 跑去丹臣去你那儿 他应该没钱回来了 我 我怎么就没往这儿想 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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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碧天雪地的 你说冻还不得给冻死啊 行了 你傻说他别的本事没有 他这方面本事大了 放心吧 没事啊 别烦我 没看见我在工作吗 行 行 行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别碰我大姐 大姐的身上砸啊 一会儿 小丑乖啊 你这傻老大 你现在本事越来越大了 你现在竟敢偷我的钱 妈 我不拿的话 我能走得了吗 妈 怕三姐呢 在后院呢 我去告诉三姐 去吧 大姐 你说我都没地儿睡了 他们也不会搭床 行 我回来了 我帮你搭 别急 素晓 上哪儿去啊 赶紧给你大姐打盆洗脸水 我看她那黑不溜秋那样 我心里就烦 妈 你得先告诉三姐啊 她偷着回来 别让刘凯家看见 又该告密了 素晓 你说什么 我听刘姥姥说 上次三姐被抓 是刘凯媳妇告的密 真的吗 是西屋陈流氏 告诉刘姥姥的 妈 他们两个人以前穿一条裤子 不是都嫌肥吗 现在不一定了 两个人也不来往了 八成是闹意见了 行 刘凯她媳妇算你狠 真是这房子 她算是住到头了 老丈心丈 我跟她一起算 我不把咱家的房子要回来 我是她闺女 我也去 走 今天我告诉你 我也豁出去了 素晓 走 走 我不去啊 你怎么不去啊 你们是痛快了 除了她在厂里给我穿小鞋 说不得也可是我 什么呀 怕死了 走 萧初 咱们去 那我还是去吧 妈 阿川 喂 你想干什么啊 不败 你让我们家的房子 你知道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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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蓉 你们家傻车打我 他说我们店东西 你就管不管哪 哎 我今天要管过你了 春天不觉小事 我待会儿刘卡儿娘 妈 爱不打烟鱼 我跟他拼了我的打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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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串 你干什么 哎 我今儿饶不下了 不要给我白了 喂 你是白虎了 凭天的儿子都生不出来 你可不是白虎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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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傻串 你你你你你把瓶子放下 滚 老梁君子动口不动口 你马上弄断口出去 从我们家弄出去 我好难不跟你弄我 滚 滚 哎呦喂 快点 过来 把这个动口扔出去 我今天我 我就挂出去了我 我 整个三千八糟的 我今天我就不信了我 你这是我们家 哎 哎呦 各位 太不像话了 你们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们可做账啊 我们两口可没动手 你看这给我们家砸了 动手打得过神呀 就是我 哎 哎 你们这不都是欺负我们俩可的啊 他们赵家这是犯法 国法难容啊 国法难容 你还好意思说啊 我爸爸都死了 你们俩还站着这个房子不搬啊 你们你们看谁啊 你们说啊 你们说啊 你们给我们评评礼啊 就是评评 我们家派那么惨 不用你们说 这个混蛋 就是大院的害群之马 早该滚蛋了 对对对 你别不欺负我们 你解放这院就没饮了 一块烂肉 你解放这个项目过烫 放什么呀 发什么啊 别闹了 还不跟他跑 ihnen 你们得去帮一把啊 哈哈 haut上 早该滚了 他可没谈这好奇迹 我们自己搬还不行 行不行 走 找人走 他们认识我们全走 救我走 救我走 干什么令 我算看透了 这大运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 告诉他们 给每个都是走私派 告诉他们 对 明儿 不是明儿 今儿是我的上领导的杠 你能问我 干什么 干什么 挂来 挂来 孩子他爸 快去救火呀 你的合伙贼 让人也赶跑了 我们俩一块儿挑了东西 我外抓了他倒没事 亏的还是你们家亲戚呢 你活该 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个东西 你为什么非要一块儿跟他办 别以为我不明白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东西 你是为了刘坎他媳妇 做人啊 得留后路 他可倒好 得一个害一个 算我瞎了眼了 胡克上 你们这保卫科 如果再不管的话 那出了什么事的话 我可不负责任啊 出了人命我们也管不了 赵伟出家的房子 当初是各位会定的 你也去找他们 找我们也不管用啊 不 您就给出头说说呗 您这一出头说的话 他们家那房子肯定给退回来 不管 这 你呀 愿意待着你待着 我得出去转转 这巡逻抓小偷啊 才是我们职权范围之内的事 懂吗 有周一日我他第一个成了 那儿 孙步 快 出来 我跟你说 你只能待一会儿 一会儿赶紧进去啊 我走了 我走了 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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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抓你 快进去 进去 进去 不是这个月子 出门左轨就到了 好好好 谢谢谢谢 嗯 谢谢好 好 吓死我了 哎呀 没事儿 出来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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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三姐 快 变了一冬天了 赶紧出来晒晒太阳吧 今天呀 天儿好 快点 我说你 你吓唬谁呢你 弄成这样跟他挑大神似的 这样是让邻居们看见 还以为咱家闹鬼呢 别吓唬人了啊 快快 谢谢你 死我了 你别吓大姐啊 这么活着 还不如死了 大姐知道 大姐知道你心里苦啊 春天来了 冬不死我了 我要去兵团 不要了 去 大姐不拦你 说什么 大姐这次都不拦你 大姐 大姐 你自己要随时天衣法 到了冬天啊 三二啊 想着给妈写信哪 知道了 大姐 你不拦你啊 大姐 不用 放心啊 妈 回去吧 二姐 你们回去吧 没事啊 再见啊 快 快 快 小楚先下来 快点 沙老大 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呢 妈这没心脏病 也得让她下出心脏病来了 凉票 哦 昨天我又找了五十斤凉票 你说我怎么给忘了给她三姐了 快给她去 好 素晓啊 帮大姐看着小楚啊 我现在就进站去啊 把凉票给她送过去 人家不卖单台票 这傻老大 一会儿一出 一会儿一出的 您啊 谁也别怨啊 怨就怨您啊 在爸爸去世以后啊 对他的态度变了 就是 都是妈凤容的 妈我上班去了啊 好 嗯 冰棍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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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天啊 吃冰棍多凉啊 二姐我要吃冰棍 二姐我要吃冰棍 妈跟她不是说了吗 不能吃 二姐我要吃冰棍 自己买去 自己拿去吧 好 冰棍雪糕 冰棍雪糕 没事儿 我逗你们玩的 烫桌给你们看啊 来 大姐 恢复得真好 嗯 慢点啊 哎 小妹 你三姐什么时候来啊 她说小姨三姐进完秋就过来 嗯 小楚啊 您在这儿走 我们去办出院手续啊 嗯 走 郭亦凡 哎 四伏 等好久了吧 没有 哎 车呢 马上就来 哦对了 小楚的手术怎么样了 这次还差不多 啊 医生说 主要是看康护治疗 哎 一凡 你那个男朋友 是拉达呀 还是福尔嘉 福尔嘉 嗯 挺好的嘛 现在呀 找个好工作 不找个好老公 改革开放了 时代都变了 这生活啊 越来越美好了 哪像咱们呀 可林爸爸在内蒙一待就是七年 哎 哎 大姐 三姐怎么还不来呀 哎 哎 小楚啊 你这坐骨神经真的不疼吗 嗯 嗯 嗯 就是腿吧 还有点不听使唤 嗯 这儿吗 嗯 大姐我跟你说话呢 我听着呢 跟你说 哎 小楚 你说三姐要是借来一辆鸡普车怎么办呀 那咱俩做一回卧车的梦想不就破灭了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三姐不是那说大话的人 嗯 那倒是 来了来了 你看 我说什么了 三姐 真棒 你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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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三姐开车 快点 你三姐 快点 思觉 思觉 啊 吃完了再ák叹 哎 哎 对了 妈 我妈还问你呢 你爸到底得什么病死的 你妈可真爱做管闲事 那我爸做什么病死的 和你妈有什么关系啊 说的也是 那不过这两天我妈总问我 那你总得让我回答他吧 对了 我跟你说的事 你跟你妈说的呢 说是说了 不过 不太好办 不是 你看啊 我们家现在就一共就我们家房 就加上我三姐姐间 那一共才六个间房 那你说咱俩还是结婚 就占两个间房 那他们能干 再说了 那我们家傻老大也老大不小的 都三十多的人了 我哥们他找一对象 差不多也该结婚了 要不咱等他结了婚之后 慢慢调整呗 行 那就等你们家傻老大 结完婚咱俩再结吧 不是 别笑了 急什么呢 我再跟我妈再商量呗 留下 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 刚刚好 来吃饭 你们下午后勤部忙不忙啊 还可以 那正好陪我回他家 小楚出院了 我就做二姐的不回家看看 也不合适啊 遵命 这两天啊我们处一样忙得团团转 马上就要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了 各部的领导都动起来了 似乎马上就要弄出点成果来了 这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那局里那些大材料 都得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那可不是 这领导一发话 这具体的实施方案 都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来了 才女就是才女 说心里话 我 我真的挺佩服你 当然了 你还夸你还不行 我真是佩服你 要不你佩服我啊 你把菜断好了 我就佩服你 做点好吃的 别老吃醋 吃点肉 没怕我忙吗 这又四人麻将没打呢 这可别忘了 妈 妈 小蜀回来了 小蜀回来了 妈 这都什么年代了 您这本票都快作废了 你摆弄她干吗呀 妈不信 地就那么点地 人也没见少 越来越多 我还是得留着 万一有用的 您呀 就整天到晚在家待着 现在都改革开放了 也该洗洗脑子了 去看看小蜀去 小蜀啊 妈 妈 不是妈不接你 不是妈太笨了 把这李铁梅给跟丢了 你大姐和小妹啊 跟我耍心眼儿 把我给甩了 我也没说你 妈 早晚上吃什么呀 炒菜 多闷点饭 且许她二姐要来 还有速决那女朋友 也可能过来 真的 她大 她三姐哪儿去了 去后院收拾东西了 说要去躺南方 这刚从内蒙回来 这瞎折腾什么呀 不行我得找她去 我不能让她去 妈 妈 大姐 大姐 你肚子里边 能不能存二两油 存油干什么 那不得拉肚子吗 三姐说了 不让你告诉妈她要走 真的 我怎么没听见呀 坏了坏了 你三姐回来 还不得刺当我呀 我 大姐去买菜啊 给你们做好吃的 咱妈呢 咱妈呢 你不是瘸吗 怎么还咬了 没劲 哥 你刚刚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我警告你啊 对小水说话客气点 不然刘倩奏 甭想进我们家门 刘倩奏 谁是刘倩奏 这个呀 是三姐给你对象起的绰号 知道了吧 胡说八道 来 哪儿去呀 你干的缺德事 这孩子的爹死了是不是 儿子也不孝顺 这叫上行下孝 你们不孝敬公婆 那儿子结了婚也不孝敬你们 就欠咱们收拾 拿着吧 拿着吧 行了 我那儿还有几十张公月券的 到时候你拿去卖 兴许能值几个钱呢 别难受了 妈 妈 你跑跑跑了 我找您半天了 这没到下班的点怎么回来了 那工厂不是把刘可儿给调走了吗 这没人看着我我就先溜了 没人看着你就溜了 你这臭小子 妈我跟您说正经事啊 什么事啊 我跟刘倩 要结婚 问了吗 问了吗 问了 人家她爸是工商事故死的 您就甭瞎猜了 那当然越早办越好了 妈这还急着抱大孙子呢 刘倩可说了 结婚可以 但是要两间房 两 我就琢磨了 您一下令 让沈老大和小鼠搬出去 跟那个素晓 跟小妹 住在一起 把我的房间一收拾 一打通 这可以结婚了 您犹豫什么呢 妈 咱家 我是正经 那以后您老了之后 孝顺您那全指着我呢 妈知道 这一辈子竟疼你了 偏疼的果不刮神 你这还没下班点就回家 什么孩子这是 你呀 我得为你小楚妹妹想想 这刚从医院回来 心里还 还有点障碍呢 我张得出口 我不管啊 反正我就要结婚 我都二十五了 我现在这情况 那上门一报告 那工厂马上就批了 那等机会吧 不行 就在今天晚上 这 试试吧 妈呀 什么事 就您一下 他们几个谁敢炸刺啊 啊 来 妈 你老公是我呀 哦 她说还得几天呢 昨天给三儿打电话 说在那儿玩得可开心了 你看看 现在人多舒服啊 还能出去那么远的地儿玩啊 嗯 妈是老了 哪儿都去不了了 只能在姥姥家里蹲着了 嗯 不过你们知道吗 你爸呀 带你 妈妈妈 又扯远了 你说那一事 那一事 哦 对对对 对了 我跟你们宣布一个正事 都听好了 听好了啊 妈 宿晓回来了 回来了 宿晓 来来来来 哎呀 回来了 宿晓啊 你可真不惊念叨 妈他们真念叨你呢 你就回来了 回来了 帐不还在广州呢嘛 对啊 我呀略失小记 帮我们科长算了一笔小账 哎 结果呢嘛 回来一大笔损失 我们这科长一高兴 给我买了一张机票 让我提前回来了 哎呀 还是你厉害啊 来来来来 真不愧为是小算他啊 算得明白 哎 他可是咱家啊 第一个坐飞机的人 哈哈 真牛 那是 哎呦 哎呦小算盼 来来来来给你清个饭啊 哎 二姐三姐 你们知道吧 广州跟这外完全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人见人啊 不谈别的 光谈钱 哎 谁有能耐谁赚钱 真的 马路上那人啊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那摩托车搜搜的 生活节奏那叫一个快呀 哎 那那个地方 干什么能赚钱啊 什么赚钱干什么 哪能赚钱到哪去 你要一聊天一说 你说我是国营企业的 人都看不起你 真的 整个跟这边反了 小算他 你有完没完呢啊 啊 你那些坐破飞机那些事 吃完饭再说不成吗 妈这有话没说完呢 哎 真扫兴你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那个 我跟你们宣布一个正事啊 嗯 速决啊 准备办婚事了 嗯 嗯 小屁孩 你才几岁啊 招什么急结婚啊 我二十五周岁了 我这个是符合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晚婚的年龄了 哟 你到那十五了 嗯 我怎么一直以为你才十五啊 不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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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三姐 我可没招你没惹你啊 你不再这么挑三拣四的 我这是初恋哪 这边儿都闭嘴都闭嘴 速决的婚事不是你们操心的事 是 但是今天我说的这个事 是跟你们有重大关系的 现在结婚跟你以前不一样啊 那以前有一个炕什么能睡觉的 有找个地儿啊 这就把事就办了 现在呢 哎呦 可不一样讲究 当然妈也要面子呀 这事儿 咱不能跟西屋那个沉流试试的 是不是 不能不能 哎呦 儿子结了婚出去了 把妈放在家里了 没人管了 这哪儿成啊 你笑话 我决定 那个傻老大跟小楚 啊 把那屋腾出来 来搬到这儿住 跟素小素处住在一块儿 那屋呢 腾出来咱们就可以 哎 速决就可以办婚事儿了 我反对 妈 您没发烧吧 边儿去 发什么烧啊 我这儿说正事儿了 那我也跟您说的正事儿 我现在正在高考呢 您让我们全挤那个小屋里边 你让不让我考大学了 我考上大学怎么办呀 妈 就是啊 十年寒窗啊 就差这一哆嗦了 你这殷小师大呀 毁了小妹 成全了小家 损害了大家 妈 您肯定没想好随便说的吧 啊 我看咱妈呀 是人没老 就先糊涂了 哎 我说妈 就您这身子骨 您活个八九十岁 那还不跟娃儿似的 你招什么急抱孙子啊你 妈 我觉得这事儿吧 走走 闭嘴 我正想要听听她怎么说 妈 妈 你们都听我说 你们几个是不是我姐姐妹妹妹 我我这是终身大事儿 一辈子的事儿 你们怎么一点不关心我呢 那你关心过谁啊 你是关心过我 还是关心过小楚 嘿 不是我谁没关心过啊 那你说出来我听听 我就不让你说我 就说不出来你 你跟我交进是不是啊 我交进怎么了 什么结婚要面子呀 八成就那刘倩奏的主意 就是 还没进门呢就这样 进了门翻天了她 不是你再说一遍 我说十遍怎么了 我记得我要打你 我记得 哎 哎哎哎 说话就说话 你动什么小事啊你 嘿不是不是小老大 你怎么着你你偏向她是不是 嘿 你要结婚我就偏向你 你要敢动小妹一根手指头 她可是我抱大的 我就跟你急 哎你可别惹小老大啊 她练个武功 不是老大你看看 你说我是不是咱赵家为一个政客啊 这还差不去 谁说你不是了啊 不是 吃饭吃饭咱爸说了啊 识不语啊请莫言 是吧他二姐 我老二说的 对对对 我老二说的 我说的 得您说的 吃饭不许说话 天长梅不许说话啊 啥老大 哎 素杰的婚事重要不重要啊 重要 那妈想抱孙子应该不应该啊 应该 哎 这就对了 你不是特别想穿班读全吗 这房子的事 这都让你串一把试试 嗯 妈 我什么时候愿意串班挪拳了啊 这一码归一码 你们怎么往一起串呢 嗯 下你三天 三天 把这事给我办了 多了 用不了 走 快瞅瞅啊 这没串班的 这比串班的还厉害呢 妈 您这月老爷聪明了哈 都学会转家危机了 行 那是啊 咱家呀 我谁都敢惹 就是不敢惹那小楚 吃饭的时候我就没明白 这小楚刚说两个字 大家都不说话了 妈 您是一家之助 嗯 我学长 闭嘴 我们家上你不明白 他二姐啊 我怎么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完整的话呢 哎 哎 他三姐 看书呢 嗯 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地儿叫 深 哎 深什么来着 深镇 对对对 就那个地方 哎 你不说那个地方特能挣钱吗 我说那个地方 我说那个地方也能挣钱 我说那个地方也能挣钱 我想去试试 你可不能去啊 让别人骂你还给人数钱呢 看不起我 不是看不起你 是那个调水多深 咱们谁也不知道啊 万一要是危险呢 当然应该我去闯了 我这几年呢 我这几年呢 在内蒙别的没学会 别的没学会 就学会了 出口 嗯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垫进我的房子呢吧 我可告诉你啊 我这个房子啊 谁也不想动 万一又在那边不适应 我可是说回来 马上就会回来的 你得挣钱回来 小楚那个康复治疗可需要钱了 你说这孩子现在啊 也不爱说话 都把我给愁死了 说的也是啊 现在啊 这钱比说话重要多了 小大姐 你就说破天我也不同意 要是你结婚啊 让我睡马路我都乐意 可我哥不成啊 他从小没拿我们当妹妹啊 欺负我们一溜够啊 现在又占房子 这从小光从我和小妹 手里抢吃的就不计其数了 你说他哪有点像哥哥啊 我告诉你啊 你就死这一条心吧啊 小妹我说的对不对 对 四姐说的对 坚决不疼 大姐这事你就别管了 你赶紧吃饭去吧 素晓 如果你疼房子 大姐就答应你一件事 得了吧 没有比疼房子更重要的事情了 如果你疼房子 每个月的二十五块钱 你就不用交了 你说了不算 算 这回绝对算 大姐已经想好了 我一定要到外面去挣钱 把这个窟窿给堵上 妈不会知道的 就算是她知道了 那咱们也没办法了 那就有商量了 四姐 你真不愧为小算盘啊 不行 我不同意 你也别着急啊 如果大姐单独给你找一个房子 你一个人住呢 你哪来的房子呀 你三姐的房子 你三姐啊后天就要走了 那儿多僻静啊 你一个人服习功课 如果你考不上大学 就对不起你三姐 行 这个我干 不行不行 我这不行了 让我跟小楚一块儿住啊 她本来就因为那小楚那腿的事 跟我系着筹呢 这一天到晚再让我看她脸子 我可受不了 我就不明白了啊 哪有当姐姐跟妹妹计较的呀 这个疙瘩是不是迟早要解开呀 你说你当初要跟小楚过心的话 现在也不至于你自己粘不开嘴巴 现在可是个机会啊 你们两个人住在一起 没准啊就能和好 二十五不交了 你说的啊 我说的 名副其实的小算盘 妈 她是姐走了 哎呦 你现在学的 拿个碗满屋溜达的吃饭啊 这还不快收啊 这满屋都是菜味 哎呀妈我还没吃饱呢 没吃饱 你不坐那踏踏实实的吃 行行行 坐点吃 妈 你干什么去啊 堵的慌 溜达溜达 妈 我告诉你啊 您就不赌了 房子的事啊 我给解决了 真的真的 你还真挺想妈的 不敢抢班夺权啊 小老大 这事我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你 哪天从我嘴里也吐露出妈来了 我看 您别吐露啊 您是妈您还是妈 你听着啊 我跟后院的李婶啊 又说了 求她呀再找一个条件好点的 瞎掰什么呀你 你多大岁数了 你再挑肥减瘦的 这辈子就耽误了 妈 你想想看啊 小楚那样 我不放心 我不行 我得管她一辈子 我可不讲 你抽抽你那样 你还 我是谁呀 我不是她妈呀 我白吃饭呀 妈 不不不不 您不是 傻了吧唧的 小楚 你是不是又想做我工作 我不听 要不说你是大姐肚里的回虫呢 小楚 其实你哥啊也没你想的那么坏 他这人吧就是没心没肺 让咱妈给惯的 其实大姐知道 你心里啊想的不是这件事 那你说 你四姐心里可难过了 她一直觉得她对不起你 你也不给人家一个机会 让她道歉 这是道歉的事吗 小楚 你信不信大姐 嗯 信大姐就得听大姐的 大姐一定会想办法挣到钱 然后把你送到那个 那个 海域康复中心 对 就是那